GK短裙还有Cosplay 这部大逃杀动漫是真的太刺激了 美少女为了找到哥哥在一世界打开杀戒 民主开局就被追杀还被坏人盯上 这么多关键字眼你确定不来看看吗 故事的展开是在高中生游历在上课时不认真 望向窗外却看到一座曾没有见过的塔 突然间游历就来到一个望远都是高楼大厦的世界 大楼之间有吊潮连接 游历群都被封死无法通往地面 游历相逢打电话都打不通 终于打通了哥哥的电话 哥哥只告诉他立刻赶去塔的那边 并且一定要小心戴面具的人 而当游历遇到面具人时 就冲他们的样貌一看就知道是个变态 他们的目的是逼人跳楼 如果不跳那么就会直接杀死 这些面具人也被称为天使 当刀夹在游历的脖子上时 一个拐角转来枪向 是一名老警察出现救了游历 还有一名小警察也跟了过来 可当前面的老警察在查看地下楼的面具人时 小警察竟然把他给推了下去 之后转身带着鞋向游历走过去 还用刀一颗一颗的把游历衣服上的扣子挑开 他想做什么已经显了意见 两个小警察虽然很狗 可远处一定戴面具的狙击手就更狗了 因为你可以发现这个瞄准点 是在游历身上 这子弹却打在了小警察的身上 老色屁无疑 不过之后狙击蛋还是继续去杀游历 逃跑的过程中 游历遇见了另一个女孩 看着对面女孩面无表情的杀人并取走物质 游历猜测这个女孩已经来到这里很久了 而女孩也很有敌 以为游历是要抢直升机的 到这时游历才知道 每隔一段时间这片区域就会有直升机出现 她不带走唯一一个来到指定区域的人 但游历还要找哥哥 就确白地告诉女孩 自己不要直升机 谈话间 狙击男具的背后打算射杀女孩 幸好是游历救下了她 而狙击男也在继续追击时被女孩弄的一个手雷给炸伤 因为耽误了时间 所以女孩没敢升职升机 游历表示抱歉 我也增大胜成希望 他们结成同盟 还意识到 想要走出这个世界 躲下天空 是关键 一直开始依照名为叫天空侵犯的征程 女孩自我介绍 叫恶来真油子 游历通过她的手机再次联系到哥哥 而狙击男的面具破碎 她的记忆竟恢复了些去 但还是只有模糊的记忆碎片 可虽然找回了一丝意识 但还是难以摆脱面具发出的指示 那就是继续杀人 在第二天早上 一个无表情的面具人出现 她不理会已经做出战斗准备的有力 自顾自地放下身上的背包 无表情是负责运送食物 武器等物品 有时候又传达一些消息 此时远处一个变态厨师面具人 顶上了真油子这个顶级材料 突然厨师攀爬楼墙 一把拽下真油子 拉到一个房间里 看着地上有变态厨师提过来的头颅 真油子陷入了童年的阴影 自己打小就不受待见 从没身边人喊得出一次 于是真油子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该死 所以放弃了挣扎 在变态厨师快要割断真油子的脖子时 有力像一个上帝一样出现救下了他 有力的鼓励鼓舞了真油子 而真油子这位身后挣扎起身的厨师给惊到 这一次真油子开始反击 杀了厨师后找到有力会合 有力发现一则公告 去招募伙伴对抗世界 上面还提到上帝 真油子说这个公告出现得很可疑 但有力表示 有一次希望都要试试 于是他们开始前往公告所说的大楼 有力到了之后才发现 这真的是一场骗局 云医师在那些面具背后 会有一个上帝程序的左德编码 得到他就能结束这世界 于是他们需要有了那测试这些面具 而有力他们就是这次的小白树 在有力他们的无可奈何之时 一个骑士面具能出现 三拳两脚就解决了这帮人 在准备对付有力时 为了保护有力 真油子竟戴上了面具 他体内的能力 打他增强 在仰装进攻有力的时候 出其不意的机伤 骑士面具 骑士向真油子携来 打破了面具 这个面具有瑕疵 面具会给持有者增强身体数字 却不会控制持有者的大脑 所以在几分打斗下 真油子杀了骑士 这一幕被一个叫田边的大叔看到 他误以为有力是健身者 因为健身者 是给操控面具能为自己所用 所以大叔急救有力他们帮忙复仇 因为他的家人被一个健身者给杀害了 他现在为了活命 只能替他寻找其他健身者跟他决斗 一次才增加成为完美上帝人选的几率 但田边想要报仇 于是打算联合反击 有力打电话给哥哥询问意见 在哥哥的表示下 他们找到了健身者 秦源 一见面 秦源就自大了命令 面具的爱因进行攻击 在爱因和真油子开始打斗时 大叔也想上去帮忙 如冲这气势 一看就是很难 可下一秒 他就被爱因刺穿的胸膛 爱因也开始感觉到累了 所以秦源召唤出另一个面具人 卓尾打算进行偷袭 但却被尤里看穿 一枪 解决掉了卓尾 战斗就是如此草率 可编剧就很耐心地给直播操作 还做了解释 说什么爱因的名字 在发音上很像一 虽有一就有二 这么深层的解释 不仅没有拉高尤里的智商 反而让人觉得对手好笨哦 而在双方再次进入对峙时 突然他们的战斗就被人给干扰了 那远程死鬼炮的威力 但秦源以为这是尤里的能力 以及感白下风 还对尤里的命令 唯命是从 帮帮救治 还有生命迹象的天边 而这都是一位叫九远的女孩的能力 他全程都在跟踪尤里 这些奇迹尤里的狙击男 紧承了他的部下 黑鲜男九远也是一名近神者 他要让这个世界和平落幕 于是决定参与整个上帝的游戏 可真尤子最近总在脑子里 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那只面具正在侵蚀她的意识 但是真尤子没说 并且开始着急起来 他要在把尤里送到哥哥那里 之前保持亲信 而来到一栋图书馆 一位棒球面具人拦住了去路 真尤子立刻扑了过去 却被棒球男击飞 适举机男出手帮助 才解决掉他 离开后在久远的逼问下 面具男想起了自己是被迫 戴上面具 这也还有可能是尤里哥哥的朋友 而真尤子中处在和面具 一时对抗的时候 进入了休眠模式 则是一个愤怒的面具女出现 愤怒面具 主要是负责保护这个世界的关键设施 如电梯和直升机等 他告诉尤里去取另一个高楼上的五口面具 成为晋神者想能拯救他 活在两小时后 真尤子就会死去 尤里安顿号真尤子就出发了 期间 他被面具男追杀 当尤里一口气爬到顶楼 在面具男给自己打入 不知名药物前 及时戴上了面具 随即获得了超能力 一把就打飞了面具男 而尤里还不知道的是 久远他们来到真尤子休息的房间 他用了晋神者的能力唤醒了真尤子 而尤里也接到哥哥同样的话 得知哥哥竟被人抓走了消气 痛苦的他愤怒大汗 好不容易获得了能力 却失去了至亲 他的叫声惊动了刚苏醒的真尤子 所以真尤子一个转身就追找尤里 却因为不知道尤里在什么方向而大声呼喊 幸运的是 他的叫声也唤醒了迷失自己的尤里 二人才因此重新组合在一起 和尤里的团队还加入了酒院和聚心来 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目标 而本座最大的boss 显然智商就很在线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特别 因为他有一个一看就很漂亮 二看就很大的 cosplay女警的面具手下 每次思考就会把脑子贴在欧牌上面 用他的话说就是 嗯能变得冷静 友情提示不要随意尝试 因为据说有观众尝试了一下 结果现在每天还吃着免费的饭 在懊悔不已 少保手下显然也很羡慕嫉妒boss的行为 于是就跟着boss一样 靠在另一个伙伴的胸前 男人本色在这里是真的体现了淋漓尽致 失去记忆还不忘老色皮的根本 成哥都自愧不如啊 而本座到后面的主线就开始有些许混乱 但最终还是逃不过 由理一方跟反派等人逐渐接近而展开战斗 哥哥的主线也是推动整部动画的一个关键 但因为哥哥的画面基本都是打打杀杀 除了被女警面具人审问时 咳咳咳咳 也无新巨人不妨去观看原片体验 而是不动画这两个无语的战斗莫过于是 屈膝男和boss的手下狙击女战斗 两人基本都是奈何不咬对方 不过因为地形问题导致屈膝男算是赞败 而最操弹的操作是 屈膝女警男爱上了屈膝男 而原因真的是那种观众摸不着头脑 最后剧情战就是游丽等人跟反派大战一场 而酒用的瓷鬼炮是很关键的存在 但由于他们打败的并不是boss boss的组织还有很多人 之后最后结尾 整部动画的世界观都没有描述完成 很显然烧出虚击 但由画面作识是让人肾上线索飙升 所以整部动画还是真的很刺激 至于推不推荐 只能说看个人喜好 如果喜欢战斗学兴之类的小伙伴 还是强力推荐 至于制度方面可能不是本作的关键 友情提示 整部动画的设定和细节 真的是诚意满漫 祝证真由子一开始被暴依后 因为在空中所以没有衣服换 于是衣服破掉就不会恢复的设定 是真的受到了不少的好评 另外女警面具的人摘下面具 还是一个人机 很多观众直接荷尔蒙 开始躁动了 一个个曹贼转世 真是会死了 当《逃杀》系列的近十年来 那么记忆深刻的首部作品 是惊爆游戏 而本作所说的整体上 感觉不如它 但在设定的新影和画面呈现 还是可以推荐一波 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去观看一下原片 真的还是很刺激 我是少年 又为明年有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如果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别拜托